当外星文明进攻MC大陆 人类英雄焦眼娜娜使用未来科技与之对抗 可生命里顽强的外星变异生物像铜墙铁壁般坚硬 那我能否在世界各地收集材料制作机甲抵御异型的入侵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焦眼娜娜 这是我来抵抗外星文明的第一天 我身后还悬浮着一艘非常庞大的外星母舰啊 随时可能就要展开猛烈的进攻了 然而我现在还处于这个实际时代啊 手上能用的家伙事啊也不是非常多 但是没有关系人类总部给我派发了这枚钥匙啊 据说把它使用之后啊就会给我一个非常豪华的作战基地 我们来放一个看看 但是呢虽然这个基地啊从外在上面看有些破破烂烂 但是呢我们来到这个房子的里面 更是非常的简陋啊 我去我在家里呢我还有这么多杂草 我来给你打扫感觉都能种地了呀兄弟们 哦观众朋友们突然间告诉我们有危险警报啊 在这个世界里还会时不时的有外星人发动的这个隐石轰炸 然后你看我们基地啊有什么初始的装备可以让我用一用啊 箱子里呢自带这些非常高科技的子弹啊 然后还有基础的稿子和胸甲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根本来不及从零开始发矿啊 所以说我们得快速的武装自己 然后这个箱子里还有非常多的穷石 这就是用来合成未来科技的材料 好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手中还有一本这个说明书啊 打开之后呢我们能合成的高科技装备非常多 以及这个敌对的生物怪物也非常多啊 这个生存的玩法非常丰富啊 我希望大家的点赞支持 跟我一起对抗外星文明 那如果这期视频点赞数过5000 我们就原地螺旋开坑啊 然后立马更新第二期 好啊兄弟们这个时间也是飞尸啊 马上第一天就要过去了 好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海边呢 还有一个海上基地啊 我们一会儿可以过去看看啊 毕竟这是第一天啊 不会出现什么非常强大的变异生物 所以说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安稳地度过这个晚上 你好 我去这是个小包玩意儿 果然外星世界的僵尸就是不一样啊 这长得这块头都大上很多啊 我去干嘛一路往我这边捶 不断地使用这个猎地猛击的技能 哎我去一拳之间干了我一半的血 两拳我就被秒了 好家伙一上来让我打这么强大的生物吗 直接用这个三叉子我必须得戳它 哇塞 兄弟们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我直接我溜了 还差半个血 赶紧偷回我们的人类海上基地 没有想到海里呢都出现了这些外星鱼啊 哇塞这是外星深海鱼入侵了 哎呀终于登上来了 没有想到这个大本营居然是用羊毛构成的 那我正好能用来睡个觉了 哎你们看不远处还有一处小村庄啊 不知道那边还没有人类幸存啊 因为这好家伙就存在在外星人飞船的下面 然后我们进入基地呢 发现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材料啊 我们先都给他收集一番 哎呦箱子里还有很多啊 我就开局之间无敌了嘛 但是我们想要合成高科技 就必须要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科技术 想增加科技术啊 就必须要击败十只外星生物啊 这好家伙这怎么打得过嘛 我们可以制作的高科技非常的多啊 还需要慢慢研究 这边是可以做一个炮台 甚至还能合成动力铠甲 哦没有想到在这一片生活的人类啊 居然还都非常的安全啊 这可能就是这片世界最后的净土了 咱们一定要誓死守卫这里啊 我去有外星文明入侵了 跟这边铁盔脸打起来了 我去铁盔脸直接被举高高了 咱们赶紧击杀掉这边 我去 哇星红之月啊兄弟们 赶紧战胜这边的 哦死掉了一只啊 但是铁盔脸也被击败了 一个铁盔脸刚好能打死一只这个变异生物啊 我去兄弟们这边又刷新了一只啊 我们现在前期做不出来任何的科技啊 所以说只能以命相搏了 赶紧能不能干掉它 我去 一个小老弟 一个小老弟 我今天我干不死你 我 我去我们终于成功干掉了一只啊 兄弟们太不容易了 兄弟们啊 这边还有这种变异的这个小蜘蛛啊 这个小蜘蛛比变异僵尸要豪打很多啊 我们赶紧给他消灭掉哎他把他被自己的猪王给困住了可还行 哎哎哎哎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已经已经击杀了四只了 还剩下六只 现在我的科技术终于来到了一级啊 我们只能合成一个最基础的未来科技啊 就是这把小手枪 哦呦 这个有点小帅啊 我看看啊 还能抽能还能发射啊 有了这样的未来科技啊 啊我们打这些变异外星生物啊更加的轻松了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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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啊现在这个血月终于结束了啊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上一个 人类的门名 终究还是没有守住啊 这边有一个新的人类文明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这里 好这一次我们直接合成这个自动炮台 我们看看直接可以把它放置在地面上啊 哦没想到放出来这么大一块啊非常的霸气 而且你可以随意把它拆除下来转移它的位置 兄弟们又到了夜晚 外星生物又展开了入侵 我们的炮台也是开启了它的工作 没有想到炮台的攻击距离还是很远 伤害很高 一枚炮弹可以打出74点的伤害 我们把第二个炮台放在屋顶 视野更好 一炮带走小朋友 这边有一个想来偷袭 一炮干条76 两炮带走一个巨型变异外星僵尸 我们的文明已经都来到了4级 什么时候都杀了29只了 现在这个游戏变成全自动了 兄弟们 随着科技术的提升 我又合成立一把新武器 搜索者壁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仿生科技 有个像守卫者的样子 这枪的正上方 有个像水流的样子 上下流动 不愧是4级才能获得的武器 还是个AOE伤害 这个爆炸效果非常酷 我怎么还当雷P了 这好家伙 来咱们直接跟这个巨型小白 中门对居 你看他都反应不过来 就被我一顿射 看我们的连环射击 我整个人在攻击的手中 有点鬼畜了 你们看见没 但是这边整个刺装 这股人家怎么就只剩 只剩上门了 你们看兄弟们 我人傻了好了 好兄弟们 我们又探索到了一片新的基地 驻扎地 不过不要是外星人的基地 还是人类的基地 果然这里是外星人的基地吗 不过我发现一旦到达了恶劣的天气 这些怪物就开始神出鬼没了 你们看这个小白 哎呦 而且怎么还原地升天了 我们这把搜索者B这么强大吗 来 发射的这个激光能量粒子枪啊 随着时间的退移在沙漠地带 出现了新的外星生物啊 我去这什么玩意儿 大眼怪啊 而且还有奇怪的触须啊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去 八爪鱼 如斗的触角啊 我的天 你看这也太下饭了吧 兄弟们 我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长相怪异 感觉有两个翅膀 两只手啊 悬在天上的这个奇怪的鬼魂 因为我们这个科技术到后面越升越快了 到了九级之后 我们就合成了这个红色动力装甲 来吧 直接 哎 起飞 我先溜了 兄弟们 战术性撤退啊 打不过 我还是能先走的 这种这动力装甲跟钢铁侠设的好像 哎呦 好灵活呀 太帅了吧 这也 啊兄弟们 这期我们也是研发了非常多的未来科技啊 当然还有更多的强大的变异外星体 以及我们还有机甲没有制作呢 好并且下期我们将准备飞往天空中的这个外星战舰啊 那我们这期视频点赞过5500 我们就密码更新 下一期 拜拜